每年1、2月份正是鹿谷香樱花盛开冬笋盛产的时期 为了推广地方美食与美景 鹿谷香公所每年也会盛大办理樱花冬笋季活动 今年活动也于日前盛大登场 并结合社区、学校带来许多精彩的演出 现场也摆设许多森具地方特色的摊位 以及准备许多当地优质农特产品所制成的美食 盼能炒热旅游气氛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 今天是我们鹿谷香办理2020樱花冬笋季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推广我们鹿谷香的竹叶 茶叶、冬笋还有樱花 我们一般的樱花都是在这个时候 在过年前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的1月底到2月底 我们都有一个樱花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希望全国的观众来共享盛取 除了来赏樱花也希望来这边品尝我们的冬笋 我们的冬笋在竹林它的产量是在全国是占了2分之1 它的冬笋是非常的美味的 我们这一次办的活动就是赏夜樱 我们提的竹灯笋我们要去赏我们这个夜樱 也就是我们今天盛开的这个樱花 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我们结合社区 还有学校来办理这个活动 我们除了有街头艺人表演 还有竹灯笋的制作 还有小朋友的各项表演 然后呢也有爵士鼓的表演 我们是结合社区 还有全民的大家一起来共享盛取 今天还有一个抓鸡娘蔬菜比赛 最主要是要推展我们鹿骨香的蔬菜农特产品 办完这个活动之后呢 欢迎全国的观众呢 有空在1月到2月呢 欢迎来这边赏樱 也顺便把我们优质的东旋带回去 在活动当天也成功吸引许多人潮前往参与 县府观光处长王元忠也代表县长林明珍出席活动 并肯定鹿骨香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 透过活动为地方各项产业的推广带来许多帮助 也邀请民众能把握1-2月份樱花盛开时期 前来小半天旅游 那我们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 就是我们鹿骨小半天的櫻花冬春剧呢 那今天呢在小半天来隆重举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呢 那我们小半天 史玛公园的合金櫻 那真的是櫻花大爆花 整个花矿非常的漂亮 那预计呢这个花矿呢一直可以维持到春节之后 那所以呢小半天除了这个合金櫻大爆花之外呢 那小半天也是我们南投 优质民宿一个非常集中的地方 那这边呢还有大伦山等等的风景区 所以欢迎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这个游客呢 利用假期呢到南投来旅游 一定不要错过小半天 史玛公园的合金櫻 到小半天来住民宿或者来露营 到大伦山来吃火锅来看云海 这边的冬筍呢 更是全台湾品质最好的地方 那今年的冬筍呢 品质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这个鲜非常的香 那欢迎大家到鹿骨香来 赏櫻花喝冻顶乌龙茶 小半天史玛公园的合金櫻 今年度受气候影响也大大盛开 藉由樱花冻笋记活动的推广 也让更多民众认识鹿骨香这一处赏鹰景点 竹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建兴 也建议民众能够把握和精英盛开的时间 前来小半天史玛公园欣赏美丽的樱花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政府 透过鹿骨香公所 在这边办一个 小半天这边办理一个叫做樱花冻笋记 那我们当现在除了吹孔 我们现在的冻笋之外 还有我们那个合金櫻开的相当的漂亮 那也希望说各位有可能 在1到2月份 2月15以前来这边奔赏我们的合金櫻 办理樱花冻笋记活动 除了自行销陆骨香当地美景与美食外 也是推广地方上许多优质农特产品 当天和亚社区发展协会的团队 除了带来精彩的演出 也在现场碰煮出许多用地方优质农特产品 所制成的佳肴 和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聪衛 也欢迎民众有机会到访路股时 能多多采购地方上的优质农特产品 这次我们的英华当成绩 我们的佳肴小区 从长者来表演以外 还有我们的小区 还有准备煮冬顺 还有参金菜 还有茶米 还有煮一些芥 芥芥 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共产赏资 以初后 如果我们有来到我们六国 有来给我们的敌念 希望大家可以对我们这些龙特产品 来给我们小龙多多帮忙 来给我们高官 而今年度櫻花洞损计活动 文昌国小的师生们 也带来许多精彩的演出 为整场活动更添热闹氛围 校长邱立芬也希望借由带领学子 参与地方事务 能让孩子为自己家乡的发展 来贡献心力 也透过地方事务的参与 对自身的成长有所帮助 2020櫻花东水季 是小半天的一大盛世 那我们文昌国小的小朋友 全面出动 全力希望能够把 我小半天的一个文化特色 能够表演出来 那学生的表演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都是用课后照顾的时间 让学生做这些的才艺表演 希望为这个社区 争取更多的观光课 来到小半天来观光 櫻花洞损活动 自县育员洪东浩 担任相长企办理至今 一年比一年盛大 黄一元也邀请民众 能趁着一二月份 和精英盛开的这段时间 到访路股 并前往石马公园来赏英 而藉由櫻花洞损活动 也成功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 促进经济的发展 黄一元也感谢公所团队的用心 华洞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相信在我做相当初 开始办 现在很多年 爱上一年办 比一年更多 在这里 也非常感谢公所 用心 我们六国商榜市場买公的櫻花 今年开得非常漂亮 也希望爱花的朋友 可以来六国 希望櫻花之后 可以吃到我们最好吃的冬孙 和我们的蝶米 櫻花 火急时 在这里开始开 开得开得开得到 到今年 会有 也希望这些花洞 带动 带动 地方的观光 希望更多鱻花 路股香公所多年来 能够持续搬离 櫻花冬孙季活动 推广行销地方 当季美景与美食 为地方带来更多收益 这点也是备受肯定 竹林村长霖洪山也感谢公所 能用心将地方特产冬孙 以及美景櫻花 来做推广 带动地方产业及观光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小半天 举办的 櫻花冬孙季这个活动 是我们小半天 竹林寿区一年一度的 一个大型的活动 藉由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提高 我们在地农产 尤其是冬孙的一个 销售 在于价格方面 能够帮我们提升 另一方面 借此活动 把我们小半天 石马公园 櫻花 我们这边的櫻花是 和军櫻 很龙式的和军櫻 很漂亮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 产业的发展 跟观光的发展 竹峰村长刘云梦也肯定 櫻花冬孙季活动 为地方发展所带来的效益 成功吸引人潮前来 大大的促建地方经济的活络 而建其正逢小半天石马公园 櫻花盛开时期 他也邀请民众能多多前来旅游 今年小半天地区水气充足 气温够冷 所以也使得石马公园内的櫻花大盛开 鹿谷乡公所能用心的来推广 为地方带来人潮 湘民代表会主席林志宏也十分肯定 櫻花冬笋记活动的规划 并邀请民众能把握时间前来赏櫻 购买美味的冬笋 一年一度的櫻花冬笋记 在今天非常顺利在兰头县政府的支持下 鹿谷乡公所主办之下 今天活动很顺利来举办 今年的櫻花特别开得茂盛 因为今年的天气非常的顺利 冷度够而且又有一点雨水 所以今年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櫻花开花季 希望游客在今年过年前后来 我们小半天欣赏最美丽的櫻花 而且随便能够采购我们当地最出名的冬笋 鹿谷乡民代表叶瑞宗则是肯定 櫻花冬笋记活动 除了为地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帮助 也凝聚了地方上的向心力 并邀请民众日后有机会 能一同来体验这场櫻花冬笋记活动 欣赏美景与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地方上的活力与热情 这几年来这些花冬一直都在基盘 也有真有特色来发展 提供到我们地方的冬山片的作用 而且学校和社区的国庄社团 都有来这里做他们的表演 所以每一年的花冬一口 那些表演的节目内容非常康大 所以说这次每个学校的孩子都照 再来社区的老伙子也坐 社区就来做这些老伙子 花冬来给他们发展 来给他们教育 学校和学生就 这些老师就来给学生做一些 这些婚姻的文学教育 让这些名字 让这些花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来表演出来 让孩子和老师和全民的人 让他们产物 让这些地方配合这些商业 做上当的公共和公演 希望说如果要了解的人 欢迎来我们这个烧板厅 来衍充到我们的营兵 和来吃我们的档顺 这个档顺都在出 就是我们六国 商务得社的这个 就是六国包庇 所以档顺 在这代表我们地方 来欢迎国家的这些人 可以 另外我们六国的人 来到烧板厅 剃头来这贫充到我们的龙山面 每年一二月份 正是鹿骨香小半天地区 樱花盛开冬笋盛产的时期 向公所能够用心规划活动来推广 县意园吴瑞芳除了肯定 也欢迎民众 能趁着这段时间前来鹿骨香旅游 欣赏盛开的樱花美景 品尝美味的冬笋 并购买地方上的优质农特产品 六国公送 在我们的纪念 这个孙旭亚这 普通这些 在办樱花冬水季 今天就有很多游客 在地的乡亲 也都来参与这个外团 今天我们的樱花 烧板厅 樱花开得非常漂亮 盛开 UK也很早 几个工程都来 来看这个樱花 希望说 游客 可以来一月到二月份 樱花季 可以来我们小伙子这边 来观赏 还有一些景点 也可以来走一走 六国的冬产品 有冬孙 冬孙 冬参青菜 冰桃 还有槌瓜 还有栗子南瓜 等等 很多都很好吃 因为我们这些气候很凉 很好 气候很好 希望说 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外团游客 来到六公 要去赶紧一些冬参品 议长何胜丰肯定入骨香公所 活动规划的用心 成功推广地方上的美食与美景 为地方带来收益 也建议民众能够把握櫻花及冬孙的产季 到访入骨香旅游 感受美好的旅游体验 民意新闻鲁鱼凯 专题采访报道 不语论 Seth